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往返接送我是不成问题了 那接送问题又不止这一种 对吧 往返接送你没有问题了 那提前出发问题呢 有同学 什么叫提前出发问题啊 读一个题来 好不好 你看一把 叫李经理的司机每天早上七点半 到达李经理家去接他去公司 对不对 有这个司机每天早上几点半的时候准时在楼下等着 七点半 七点半 是吧 就等着 一到处就说 老李 下来上班了 是吧 带着老李就去上班了 对不对 每天都这样 能明白吗 今天发生意外了 看到啊 有一天 李经理七点从家里出发 不去去公司 他家想练练腿 是吧 他想练练腿 他七点是不是就出发了 对 按理来说 这个车几点才到呢 七点半 七点半 这时候车是不是到不了 他提前往公司走着 听见了吧 遛得玩嘛 当然没牵狗 是吧 看后面啊 路上遇到从公司接他来上班的车 路上是不是就遇到那个车了 一定能遇到嘛 因为那个车七点半才到呢 他七点就走了 是不是就遇上了 遇到那个车了以后 那个司机会不会这么傻说 老板你在这呢 我先去你家呢 回来再送你上班 会有这么傻吗 他就是来送老板的 对吧 虽然看到老板了 就上车呗 送你过去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这个时候再乘车去公司 结果比平时早到了五分钟 是这么个题吧 所以李经理乘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几倍 其实就问老李那个车的速度 是老李速度的几倍 对不对 那咱算算呗 第一步 咱先画一个图 好不好 做行程的你必须要画图 能明白吗 明白 这就相当于一个老年人 步履为奸 是吧 挺盘山的 你必须要煮一个碗锅啊 对吧 你要说老师我愣想 那家伙削你这个脑鞋包超级发达 是吧 看啊 咱画个图出来 一般情况是这样 这个代表老李家 后母 写个H 好吧 这个地方代表公司 公司我英语就不会了 写个S了 好吧 还能看明白啥意思吧 这个代表老李的后母 这个代表那个公司 好吧 不是代表那个司机啊 注意啊 一般情况下 这个司机都是过来 接上老李 回来 到公司 完事 对不对 而且几点到老李家 七点半 七点半 是不是一般都这样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老李几点就开始往前跑 七点 七点的时候老李是不是就 哎 走到这儿了 对吧 他走到这儿的时候 怕一样 哎 司机过来了 是不是接上去就过来了 对不对 能明白吗 今天他们早几分钟到公司 五分钟 早几分钟 早五分钟 对吧 那我就得分析 为什么早五分钟了 是什么问题吧 既然有时间差 我就分析一下 为什么差五分钟 好不好 来 你看啊 我先从早五分钟出发 第一步画一个图 没问题吧 第二步我开始分析了啊 我先看这个早五分钟 为什么会早五分钟呢 太奇怪了 看能推出什么来 既然早了五分钟 我就想 平常车是不是从这儿 追踪到这儿再回来啊 对不对 今天车是不是从这儿 追踪到这儿就回来了 对 车少走路了 没少走路 少走路了 车比平常有没有偷劳 有 有 它是不是少走这么个东西啊 少走这么个东西 是不是就少用了五分钟 你想想 车平常这么过来 今天这么过来 今天早到了五分钟 那不就少用五分钟吗 对吧 少用五分钟 为什么呀 少走这么个东西 对吧 所以对于车来说 走这道路就用多长时间啊 五分钟 五分钟 一去再回来 是不是用五分钟 所以这个时候 通过早五分钟 我就发现 车用五分钟 李同学老师 什么叫车用五分钟啊 是不是就走这么一段路 车用五分钟啊 能听懂吧 当然这段路 对于车来说 这么光单一段 是不是就二点五分钟了 能明白吗 它是这么着去 再过来用五分钟 那这个单车路 是不是用二点五分钟 对 这个单车用二点五分钟 你又想呗 车从这儿走到这儿 是不是用七点半 正常车走到这儿 是不是七点半 但是这二点五分钟 它走了吗 没走 所以车走到这儿 应该几点 你想想 车走到这儿 应该是几点 车正常走到这儿 再往这儿走 是不是应该是七点半 这儿还知道 用二点五分钟对吗 对 但它是不是没走 这二点五分钟 七点半到这儿 这二点五分钟没走 这儿应该是几点 是不是应该是七点半 往前倒二点五分钟啊 二点五分钟 那叫什么呢 李同学老师 那叫什么呀 那叫七点 二十七点五分钟 对不对 这个表得多进去 得显示七点 二十七点五分 能明白吗 还能听懂吗 能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发现 相遇的时间 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就写了个相识 通过早五分钟 我发现了 车走那道路 原来是用五分钟的 你也可以说 车用二点五分钟 五分钟就是一来一回 二点五就是单程的 对不对 通过车走那儿 用二点五分钟 我发现 到这儿相遇 原来是七点 二十七点五分钟 对吧 车走这儿 用二点五分钟 那人走这儿呢 老李 车走到这儿 是不是七点二十七点五 这个时候 是不是正好碰到老李 老李几点出发了 七点 现在几点 七点二十七点五分 对吧 那老李走了多少时间 二十七点五 二十七点五对不对 走的路一样不一样 一样 走一样的路 人家车用几分钟就搞定了 二点五分钟 对吧 老李用了多少时间 二十七点五 二十七点五 老李还真能折腾 对吧 是不是用的时间比 是这么个比 对吧 你这么一出 都出一二十五 是不是一比十一 时间比十一比十一 那速度比 是不是就反过来 十一比一了 对 因为路程一样 听懂那个理了吗 听懂 这就是提前出发问题 你看 提前出发问题 是不是也不懂 第一步干嘛 画一个草图吧 画草图 把平常画出来 平常这个司机 确定了 回来 到这儿是七点半 对吧 把今天画出来 今天是不是老李 七点出发 到这儿来 这个车这么过来 就行了 对 能听明白吗 能 咱看看清楚的图 通过清楚的图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键的地方 好不好 你看 清楚的图 先画图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平时 这是今天 对吧 能明白吗 你看 你先通过这个五分钟 这个时间差 这叫时间差 能听懂吗 能 通过时间差 你推出什么来 你推出车走这 用几分钟 2.5分钟 对吧 这叫推什么 车用时 走这座路 车用的时间 听懂了吗 你通过车走到这儿 有二十五分钟 车七点半到这儿 是不是到这儿 就是七点 二十七点五分 这叫相遇用的时间 就是相遇的时刻 相遇的时候几点了 能明白我啥意思吧 就写个相点吧 就相遇的时候几点了 还能听懂吗 你推出相遇的时候几点来了 你知道人七点出发 这是七点 二十七点五分相遇 那人是不是走了 二十七点五分钟 能明白吧 这叫什么 叫人用时就出来了 当人用时出来的时候 你看 同样是走这么一道路 当车用时有了 人用时也有了 时间比反过来 是不是就速度比了 就提起完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就是这么个过程 你看 后面它也是 我就甭习气看了 人车速度比 一比十一对不对 有声速度还说 老师人车速度比 十一比十 你想它也不正常 这个人跑的是 汽车速度的十一倍 再按了个火箭腿 是不是 听明白了吗 所以别把笔弄反了 好不好 好 那关于这个题 我想给大家的总结 就这么点事 注意看 多过程形成 第一 画出每个过程形成图 然后再类比 看见了吧 类比就是比较一下 这两个过程 差在哪了 比如说刚才咱比 那五分钟差在哪了 是不是就类比了 这是忽略的相同部分 像刚才你看 比如说我把刚才那个图 调出来给你看看 出来 你看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都是相同的 所以五分钟就看在这 对不对 能明白吧 对 要忽略了 接下来 分析时间差产生的原因 是不是分析差别产生的原因 对吧 对于这种题来说 就是时间差 看车用时 再看相遇时刻 再看人用时 接着速度比就出来了 对不对 明白这个题了 好了 过来这个题 我就简单分析到这 好不好